那部分的話,第一個 他說開啟這個PSD01這個 然後最後做出來,你還是把它存成104A 那最後做完的結果,長得就像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把那個結果部分的話,把它先演 那總共你們可以看那個練習檔裡面總共有四個檔案 那請各位把這四個檔案分別拖拉到Photoshop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畫面長得像這樣子 OK,其實這裡面的話 反正就是一個,這個題目叫光譜鴨 那實際上只有三個東西 首先的話第一個呢,它背後會有鴨子的照片 但是這個照片有點像大頭,就是有點像大頭照 它把它全部填滿 OK,第二個的話呢,上面要放一個鴨這個字 然後背後的話有一個光譜的效果 OK,所以大家知道這樣的效果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他說,這相關的東西 首先的話呢,他說開啟什麼? 開啟PSD01.PSD 所以剛剛這邊有個檔案 PSD01.PSD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張圖的話,它的尺寸是多大 請各位看一下 把這個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小小的 那至於它的尺寸怎麼計算 我是建議第一個,請你到編輯裡面 找到有個叫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裡面有一個叫做一般 一般裡面的話,請你找到那個什麼 它的單位與尺規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這個前面好像講過了 就是編輯的偏好設定 裡面有一個叫單位和指標 然後的話,請你把那個單位有沒有 這個單位部分喔 請你把它改成像素 OK,一般的話呢,Photoshop 通常是以像素當成單位 而不是以公分 所以請你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單位改成像素 OK,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第一個把它改成像素 第二個的話,這邊改動 這個編輯,偏好設定 裡面一般把它做變更 第二個的話,請你在這個下方有個箭頭 顯示部分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呢 本來是文件的大小 把它改成文件的尺寸 這邊這個箭頭顯示 改成叫做文件的尺寸 你可以看到這一張 它現在顯示出來就是多少 50乘50 這邊50 這邊50 這個太小了 所以它希望我們怎麼樣 把它放大 所以它希望把50變成800 50怎麼變800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變動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方其實如果你找一下功能 如果假設你平常有稍微 看一下上面的影像裡面 就會有什麼 影像尺寸 或者像板面尺寸 其實裡面應該 具有我們要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影像尺寸 你會發現 找到影像尺寸 這邊就會有 你會發現它會帶出來 影像裡面的影像尺寸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800 寬我可以把它改成800 因為它預設這邊有一個鎖住 寬高比它會一次 所以如果你把這邊寬改成800 下面也會跟著改 所以按確定之後 它會馬上把50變成800 Ctrl- 縮小一下 你會發現 現在的尺寸就是800乘800 OK 也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把這張圖的尺寸 變更為800乘800 OK 第一個動作完成 第二個動作要做什麼呢 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把PSD01-1的這張圖 把它放到這個PSD01 剛剛這個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PSD01-1在哪 在這裡 就是一隻鴨子 臭鴨子 OK 那這個鴨子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它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可是要怎麼放 那你想說 老師我要放過來 Ctrl-1 怎麼樣把它複製過去呢 前面有講過 Ctrl-A有沒有 Ctrl-C Ctrl-A是全選 Ctrl-C是複製 那如果我把它放過來的話 Ctrl-V可不可以貼過來 貼過來 但問題你會發現 完成是要怎麼 總共要這麼多個 那要怎麼做 你想說 那我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過來 一個嘛 然後再什麼 再Ctrl-C Ctrl-V Ctrl-C Ctrl-V 然後再一個嗎 然後再Ctrl-V 可以嗎 那你這樣等一下要貼幾次 總共要貼十六次 所以 各位講 這個方法都OK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直接讓我們把它填滿 怎麼要填滿 這個方法把它Back Ctrl-Auto-Z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編輯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填滿 填滿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功能 叫做編輯填滿什麼樣 這邊有一個叫圖樣 欸 什麼叫圖樣 意思是說呢 你除了可以填滿的是一個顏色之外 也可以把一張圖填進來 OK 那填進來的話 我看一下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尺寸有沒有 我把這個一樣顯示為尺寸 文件尺寸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圖的寬跟高是多少 剛好是200 有沒有 乘上200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因為剛好填到這一張是800 乘800 所以剛好可以整除喔 假如說你們 後面可能變話題 你們可能一樣 去找另外一個不要鴨子 其他寵物都可以 找貓找狗 找什麼都可以 一張圖 然後一樣喔 要把它填到另外一張圖區喔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先怎麼樣 用圖樣的方式 把它填過去 那怎麼填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記得 編輯裡面有一個填滿 填滿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裡面有一個圖樣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圖樣 目前怎麼樣 它不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先把內置壓氏變成圖樣 再填過去就可以了 至於怎麼做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練習題 把題目上去看一下 待會兒我們來看 然後後面先來看 變化 比如說你要用那個4×6 去沖洗大頭罩的話 因為4×6剛好兩吋 所以如果你要沖洗大頭罩 然後要很省錢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什麼 4×6 然後上面用大頭罩 沖洗出來 可是要怎麼樣 剛剛好可以整除 有沒有 4×6的高度剛好四吋 切出來剛好兩 剛好兩張 OK 那你大概可以填滿就OK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壓子 不是說Ctrl A,C,C,C,V 你如果貼的話 變貼16.4 那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變成圖樣 編輯裡面 我剛剛講填滿裡面 不是有什麼圖樣 可是這個圖樣要怎麼產生 特別注意喔 在編輯裡面有一個叫定義圖樣 功能在這裡 定義圖樣 也就是把這個壓子 變成一個圖樣 然後把它填滿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編輯裡面定義圖樣 然後問你 是不是要把這個壓子 變成一個圖樣 你就按確定就OK了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壓子變成一個圖樣 然後再來 把這邊切過來之後 用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填滿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圖樣 因為剛剛我們有定義一個圖樣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壓子 就被定義進來了 那你直接按確定會怎麼樣 就幫你把它全部填滿 按確定 這個選一下 按確定 OK 第一步就完成了 OK 再來的話 第二步 其實這個壓子 你看看眼睛很大 有沒有 如果你希望把眼睛變小 怎麼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怎麼變小 其實你們以後可以用濾鏡 這邊濾鏡還蠻好 有液化 液化裡面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 放大縮小 比如說眼睛要變小 這邊有個縮容 然後筆刷不用這麼大 剛才你這樣點點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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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樣就變小 那你想說 這個要放大怎麼放大 這邊有個膨脹 放大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不好 感覺都放大了 有沒有 不夠大 這樣也不錯齁 嘴巴可以放大 可以 可以 OK齁 好 所以啊 光這個功能嘛 對各位來說就很好用 有沒有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筆刷大小 筆刷密度 這個都可以調整 比如說你筆刷太大 你可以把它稍微調小 調小 它就圈圈就變小 調大 圈圈就變大了 OK齁 你這樣只是補充一下 這個濾鏡 這邊很多濾鏡 這麼多 這個我剛剛用的是這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液化這個 OK 好 裡面還有很多啦 自己可以去 去試試看 OK 好 所以剛剛第一步就把它添過來 第二步的話 再開啟這個 鴨子這個字 因為他說這個 鴨子這個字怎麼樣 要把它貼過來之後 把它變成10倍 並且要保留句子狀 OK 所以 怎麼樣把它保留句子狀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翻過去的方法 Ctrl A C C 然後 在這邊 Ctrl V 就有壓石 再來要把它變成10倍 因為現在太小了 這個壓看不到 是放大10倍怎麼放大 還記得嗎 放大 Ctrl T 對 這個我講過太重要了 因為一定會用到 Ctrl T 所以Photoshop 如果你不會Ctrl T 你應該是不會用Photoshop 所以以後如果那個 我以後面試人員 面試什麼 面試Photoshop的時候 我說 放大如何放大 請告訴我快速鍵 如果你回答出來 表示你會用 對 至少知道Ctrl T Ctrl T 然後呢 放大10倍怎麼放大 上面不是有那個寬跟高嗎 記得先把這個鎖先鎖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才能維持 也就是你只要輸入寬1000 有沒有 1000就10倍 那高的話也是10倍 這樣就OK了 不過呢 你按打勾之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現在呢 你會發現它放大之後 因為它的像素不足 所以會有巨子狀 會有馬賽克狀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因為Photoshop 各位注意看 因為Photoshop很聰明 它會以為說 你放大之後呢 不希望有這種鋸齒狀 所以它會做什麼事 有沒有發現 它太聰明了 它自動幫你把鋸齒狀 給去掉了 然後讓它看起來比較柔和 也就是說 你這個即便是放大有沒有 它就讓你看 看不太出來 有邊緣鋸齒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功能是預測的 也就是說 可是問題題目 它特別要求 就是怎麼樣 它希望 讓放大後的影像 保留鋸齒狀 意思就是說 放大之後 不要自動幫我變柔和 可是問題是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有個功能 什麼功能 一樣喔 編輯偏號設定 跟剛剛一樣 一般這邊 一般 剛剛設定尺寸 各位有沒有看到有個功能 有沒有發現 影像內補差點 其實為什麼它可以變得那麼柔和 因為它很聰明 它知道說 如果放大之後 鋸齒狀不好看 所以我幫你補一下補差點 讓它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 鋸齒狀 而且像馬賽克 可是如果剛好我不要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關閉的 那怎麼關閉 很簡單 它就不要 不要的話 其實就選哪一個 最接近像素 刮弧保留硬變 意思就是幫我保留了 你不要這麼自動幫我補差點 不用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確定之後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復原 復原的話 就Ctrl-LT加Z Ctrl-Z也可以 Ctrl-Z只能復原一次 OK Ctrl-Auto-Z可以一直復原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先把剛剛這個東西先關閉 這個記得保留硬邊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這個選壓值的壓Ctrl-T 然後把它鎖起來之後 輸入一千 OK 然後按打勾 剛剛會補差點 現在會補 欸 保留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它要的 那請各位試試看 針對那個壓值部分 把它加上去 另外的話 變化題部分 你可以再去找另外一個寵物 你不一定是鴨子 你可以找雞 找鳥 像現在好像那個藍雀 好像到處都有 我看現在藍雀果寶 好像因為富裕的關係 還有很多動物都有 你們可以自己再找一個其他動物吧 然後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然後做出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中間的話呢 換一個 先換一個字吧 畫面先換個多一下 這個是鴨 那如果你 你放什麼 假設 藍雀 其實兩個字也可以啦 藍雀 OK 可以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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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